你来到崇敬坦白 我是欧崇敬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岸3D最副盛名的媒体高层 他是刘兰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刘博士好 欧博士好 是啊 我们看到侯友宜敦请金捕冲 已经是两三周的事情 结果呢 金捕冲的威力好像头两天还有 后面的威力不见了 那我们就是想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金捕冲 他原来的小刀威力 必须要透过媒体来发挥 偏偏媒体已经被蔡英文给控制的九成了 金捕冲想喊人也喊不动 既然没有媒体 就很难重新包装侯友宜 再者 侯友宜也不是一般的人 他跟金捕冲同年 童年出生都是1956年了 这两个猴年出生的两大王牌 似乎也没有办法互相谁领导谁 或谁被谁同树 是不是就是以上几个原因是 金小刀的威力啊 剩下不到十分之一 而重新包装华丽登场 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在大家期待之下 慢慢的落寞而变成没有了 您怎么点评金小刀的威力 没有办法如重新一般的在线风华呢 有请刘老师来点评 刘老师 是 那个 金小刀呢 其实我们真是在香港呢 就是真是寄予期望 寄予很大很大的期望 因为 这个看到了侯友宜身边的人呢 真是比较弱 后来那个金小刀进入到侯友宜阵营的时候 那个 侯友宜的身边的人 也有人呢进行了检讨 也的的确确说 他们那个 在这个 这个包装这个侯友宜为侯友宜设定很多这个议题 进行他的整个形象的设计和整个大选的竞选的过程中呢 真是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那么 金小刀为什么当年能够发挥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在香港呢 也有这个回顾 就觉得当初首先啊 这个他跟那个马英九 在理念上是相当的接近啊 可能是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的一致啊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金小刀呢 就可以在很多方面呢 就可以发挥 而那个马英九呢 也能够听他的建议啊 那么两个人呢 就步调一致 那么现在很明显 在这个两岸的论述 在两岸的理念啊 在在那个台湾的啊 一些方面在甚至在对美国的政策 对蔡英文的政策 蔡英文有自己自己的一套啊 有点那个跟那个朱立伦啊比较接近 那恐怕就很难去去胜选了 要整为国民党整个的利益 听个一个礼拜的平台 喝喝碧罗春 好好享受一下 而且了解一下 中国文化里面的博大精深 跟金小之处 这第一点 那有了一个礼拜 在杭州西湖听平台以后 他再到成都去 再喝一个礼拜茶 去看看各种川剧的表演 这下呢 他对中国文化有所体认以后呢 他再回到台湾政策来 我觉得他可能神经会正常一点 因为他好像对于中国文化 一点概念也没有 对于宪法一中 对于九二共识 以及一中的各种 当年这个孤汪两位长老啊 所谈的内容啊 他似乎一无所知 如果他能够休息两个礼拜 不管到杭州或成都去的话 我觉得他是不是脑筋 可以变得清楚一点 刘老师 我觉得这个欧博士 你的建议非常非常的好 可能呢 用两周时间呢 这个侯友宜花不起这个时间成本 但是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时间的 时间成本的问题 而是他对到大陆都会有很大的忌畏 如果他真是能够放下这个身段 真是早一点 可能到现在再说要到大陆行 恐怕就比较困难了 如果他是早在马英九到大陆 那个回乡记住 之前就能够到大陆走一走 那么对于他这一次 他可能还是会清醒的 起码他对于两岸的局势 对于整个国际现在的走势 其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看法 其实侯友宜包括大小姐 对美国我觉得他们认识都不是很清楚 对 其实他们也要看一看 为什么布林肯要到大陆去 要到北京去 紧跟着耶伦也要到北京去 接二连三的前脚走后脚又出 就说难道说民主党 他没有政治正确的问题吗 他同样有吗 他跟国民党跟共和党要禁足 拜登要禁足连任的话 拜登他现在年龄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美国很多人说 他现在是一个纸板人 他就是在前面扮演一个说话的角色 但是纸条都是后面的人给他递 他照着纸条念就可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拜登的团队也觉得 跟中国的中国大陆的关系 不可能忽视 不可能不搞好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是有很大的游刃的空间 有很大的对自己论述 可以做一个非常适合国民党 这一次能够赢得台湾民意的 这样一个论述 这方面恐怕还是需要 欧博士你多多的去帮忙了 不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不断的用各种谣言 和各种洗脑方法来洗台湾政治人物的脑 比如说有关芯片或者叫晶片锁链的问题 那事实上光是在稀土上 中国大陆就占了全世界40% 它有4000万吨的稀土说掌控在中国产业上面 也就是说在半导体上面 稀土就已经是绝对的直牛二 还有另外一个重量元素叫做加 这个加的元素 在中国可是占世界产量的80% 光是拿稀土跟家 就可以跟美国的所谓的芯片产业链来对打了 侯友宇是不是应该把耳朵稍微洗一洗 也弄清楚一下 在整个世界分工体系上 如果没有中国的稀土跟家或者者的话 美国一样是玩不动了 所以他单靠美国他是活不了的 刘老师您如何点评 是我觉得当年梁蒋时代 特别是老蒋和金国先生 他们其实我觉得回顾他们当年和美国的关系 他们既有依靠的方面 也有相争的方面 梁蒋在两国中国一中一台问题上 其实真是非常坚决 在反对台的问题上也是非常坚决 这个方面其实完全是跟美国方面是对着干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欧博士你刚才讲的问题 这个整个世界上的大事 美国非常清晰 已经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不可能跟中国大陆经济脱钩 相方面最近也提出了 布林肯爷明确提出了要和平共处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 那么难道我们这个侯友宜不能够充分去发挥自己的论述吗 其实真是可能还真是缺乏欧博士 您这样的人才 不敢当 我们还是建议侯友宜 赶快到杭州林颖市 去打个一个礼拜的座 餐餐顿物吧 感谢刘老师 谢谢欧博士 感谢